我男生林洋沛昨天真的是一度陷入苦戰 但是其實整個過程中是又苦又甜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昨天是對上了中國的組合 我們都知道中國組合其實對林洋沛來說 真的是非常的一個激戰狀況 昨天王麒麟躺著打坐著打 這些精彩好球 真的是大家在電視機前看到的都是血脈膨張 那我們幫大家整理一下 現在其實在台灣的賽事部分 尤其是林洋沛 他之前在這個小死亡低組裡面 目前是取得四連勝的好成績 包含的是對上日本 丹麥 美國 以及像是昨天的中國的部分 都是取得好成績 目前是以分組第一的姿態進入八強了 那麼再來小組賽的部分 昨天其實第三局全場意願聲有多大 相信大家在電視機前都有聽到 不斷喊著林洋沛加油 林洋沛加油 彷彿整個賽場就是我們台灣隊的主場 最後也是以2比1來逆轉 說到中國雙塔 接下來他們要對上的就是之前曾經在東奧 已經對決過的中國雙塔的組合 那麼當時林洋沛就是成功的擊敗了中國雙塔 才順利拿下了東奧的金牌 好 我們看到林洋沛昨天其實是真的是 成功的進入的這個八強賽事 那麼整個過程真的是讓大家看得血脈膨張 那麼打敗了這個中國的組合之後 林洋沛躺著打坐著打這個精彩好球 讓全場真的是血脈膨張 雖然說第一局輸了 但最終是直接逆轉勝 以2比1的局數分組全勝 成績晉級八強 看得出來王淇淋真的很賣力 打出逆轉勝 更是讓全場球迷沸騰 第三局高喊臺灣替林洋沛應援 讓巴黎宛如變主場奇觀 第三局其實應該是講 大家應該都體力下滑啦 最後這個Deuce自己心態上有擺正 覺得很好 很棒 教練大戰穩住心態 要下著分組第一的氣勢 繼續奪勝 閃營新聞 聰明報導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順利晉級的 是我們的小林同學 他目前昨天是擊敗約基奇之後 成功的進入發牆 那麼下一站將是要對上法國 至於女單的部分 桌球部分則是我們的正義盡 也是在女子單打的部分 順利晉級八強 將來呢 將要來對上中國 不過呢 在雙打的部分 林如在本屆的巴黎奧運 混雙是止步於八強 男單是對上26歲的 斯洛尼維亞的選手約基奇 林如展現超強的抗壓性 偷長球的策略相當成功 最終是直落四 晉級八強 而正義盡也同樣連過三關 成功扣關八強 不過桌球星星高成瑞 卻輸給了莫雷加德 首次的奧運止步在16強 好看 巴黎奧運冷門是連環爆喔 剛剛結束桌球男單32強比賽 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國球王王楚清 竟然是以2比4爆冷輸給 第19種子的瑞典選手 止步第二輪 才剛在30號晚間與隊友孫隱莎 聯合拿下混雙金牌的王楚清 賽後拍照時因為現場過度混亂 導致他的球拍被一個攝影師給踩斷了 那麼31號使用副拍出戰 沒想到卻並不順手 先丟兩局之後反追兩局 隨後又丟兩局 最後以2比4的比數不敵對手 也爆出本屆奧運桌球比賽的最大冷門 賽後王楚清否認輸球是因為換拍 表示自己在比賽中出了很多問題 才會導致失利 好 接下來幫大家預告一下接下來的賽事 在今天下午3點40分 將是我們的羽球男單16強 小天周天成要來出戰了 那麼再來呢 則是今晚上9點有林雲如 也是桌球的8強 還有我們的正義盡 也是在今天晚上10點 將會來在女單的8強桌球賽 來進行登場 接下來呢 則是在今天下午的5點14分 將是我們的射箭女子 陶太賽李彩席要來登場 晚間6點32分 則是雷千席要來登場 接下來呢 則是在今天下午的高爾夫的部分 男子個人第一輪 則是我們的潘正從 和余俊安要來登場 還有晚間6點呢 則是謝淑薇和曹家儀 要來出戰女雙8強的部分